北检查办金华城案除了要追柯文哲 现在要查陈佩琪有没有涉及洗钱 因为根据周刊报道 陈佩琪曾经分两次存入将近700万元的现金 他的存款的来源是什么也说不清楚 现在也成了检方的调查重点之一 前分批存入自己与三名子女的账户 前后超过60多笔 检方才会起疑 陈佩琪解释有科批稿费 选举捐款 小孩压岁前 以及父亲过世的遗产 而遗产税1333万以上免税 赠与税则是一年244万免税 因此这些存入的钱都没超过 没有课税问题 但来源有没有不明 才是检方追查重点 他说就是因为有了便当会之后 两三个月陈佩琪去存钱 所以这些钱就来自金华城的钱 没有人要听我的 针对金流来源 看似每笔款项都已经交代过 但检方恐怕没这么容易相信 毕竟攸关 起不起诉 陈医师也不同的 在也不断的在各种场合 已经说明过 他跟检方清楚的交代金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北检仍然以不与证实的方式 来回应这一篇报道 所以这样子的套路 到底要玩多久 侦查期间不断有爆料 检方发声明表示会另案追查 谁泄密 但这些资料就是从 护疫症电子闸门查询 每一个法官或假官 其实他都有一个 允许进入通到所有政府资料库的一个 一个资料库的入口 包括税务 财务 不动产的异动 甚至金流 回外流问题可能出在资料库 但只要查询 势必会留下记录 因此应该不难查出 谁是泄密者 决定权在于检方何时要动起来 TBI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